大家好,看到我面前的奶瓶 就知道今天介紹的就是奶瓶 BB已經1歲了,我們試過幾個奶瓶 面前有5款奶瓶 分別是Dr.Barne,Avent,Pitron和Luke 首先介紹Dr.Barne 他聲稱可以減少BB喝奶時的氣 一開始我們就以為很棒,可以減少BB的氣 我們就不用太辛苦了 但用後發現BB有氣反而好過沒有氣 為甚麼呢?可能因為我們伸手爸媽的關係 他有氣反而被我們掃到出來 我們更加安心 所以我們用下也是沒用的 另外一點就是Dr.Barne有5個PASS 譬如他奶嘴頭和下面綠色的兩件PASS 洗起來都比較繁複 而且還要看你的消毒機大不大 就好像我們家的消毒機只有6個位 所以如果用6個都是Dr.Barne的奶瓶 其實只有一些PASS已經佔了很多位 所以就非常之麻煩了 第二個奶瓶我就說說這個Luke 為甚麼會用它呢? 原因是BB小時候入過醫院 入到去的時候 姑娘就說B喝得很好 為甚麼呢? 因為B在家裡是喝得很慢的 我們發現B醫院原來全部用的奶瓶 都是這個牌子Luke 好啦!出到院之後 我們就買一個Luke回來試一下 一試就知道甚麼事了 原來BB喝的時候一邊喝就一邊流奶 所以我們最後沒有用到它了 因為你沒有理由想著奶流出來 而不是給BB喝完的 你又不知BB喝了多少 奶又倒了錢來的 之後我們就說一下Avance和Pission了 其實Avance我個人覺得都幾好用的 但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地方都買不到它的奶瓶 當你想配奶瓶頭的時候 例如BB從3個月至6個月 6個月至9個月的時候 它要轉奶瓶頭的 你是很少地方有得買到它的奶瓶頭 非常之不方便 所以我們最後都是沒有用到 而這麼多牌子之中 我們反而最喜歡用的是Pission Pission都是這麼多牌子之中最便宜的奶瓶 用它其中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擔心BB武器多過有氣的 沒有聲稱會減少BB大量的氣 用起來BB每次喝完奶都會有氣的 我們每次幫BB掃完風之後 其實都安心了很多 而在它的價錢就是最便宜的 還有它的配件 例如奶瓶頭 它都是到處都有得配的 所以很方便的 所以我們最後都是用Pission的奶瓶 還有順便一提一件事 家裡最好的奶瓶就一式一樣比較好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它們的配件 其實每一個奶瓶的配件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些位置是比較接近的 例如我們家裡外母去照顧BB 它都年紀大 有時候它分不清楚那些配件 哪個帶誰的 會混亂的 搞到很麻煩的 這一點就要提一提大家 最好都是一式一樣的奶瓶會比較好 好了 到現在就想說一下 今天我們最主要想介紹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SIMBA的奶瓶 為什麼要介紹它呢 因為這個奶瓶是可以讓BB坐在那裡喝奶的 我們現在拆開來看看 拆開之後就是這樣 買這個奶瓶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它有一條飲管 可以讓BB坐在那裡喝奶的 那BB現在其實一歲左右 其實它已經坐得很好啦 又不用整天都睡在那裡喝奶啦 那其實呢 講一講 其實Pigion 它本身都有這個飲管 和這個手環是可以配的 但是呢 就不知為什麼 香港就沒有這條飲管可以配的 要在淘寶或者台灣才有的 另外大部分的人都會將它的奶嘴頭 轉回到Pigion的奶嘴頭的 BB就不會喝不習慣 那一會兒我們就會用這個奶瓶給BB去試喝奶的